我们又收到业配的邀请了 对 是的 但是这个业配呢 我估计我们还是会拒绝 具体是啥呢 你说一下 我吃两口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搞明白 但是他一说是理财 我就不太愿意了 理财 我想起来 你说的不是理财的那个业配 理财的那个业配 我们也拒了 对 是这样子的 就在这两天的某一个早上 突然看到有人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就回家了一下 其实呢 对方 非常不好意思 如果你现在看我的节目 那我只能心直口快了 稍微有点礼貌 因为你直接了当问我是不是美国公民 我相信看过我节目的都知道 我们现在还不是 如果是的话 我们肯定会那个洒花 那个方便炮的啊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 他有一个业务 应该是在某斗上面的一个出海的一个业务 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海外客户 但是呢他现在需要一个美国公民的账号来 10个 别着急收款 然后呢就是收好款之后呢 就是我具体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收好钱 然后我还能够抽个点 就刚才你讲的10个点 我呢非常礼貌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我不考虑 因为我不是美国人 好 那然后我就想到说 我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 好 OK 我来理论化的先说一遍 因为你们肯定很多人说 你这个是骗子 这人是怎么样 有什么很多的其他的目的 这么说 我先因为判断一件事情 我们先要把很多变量把它减少 变量太多 我无法判断这个事情的真伪 这个人是不是 或者你在看我们的视频 不好意思 我们先假设他完全没有恶意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意人 他在美国有客户 但是他没有办法在这边收款 他需要这边人帮他来收款 然后转成人民币 打回中国大陆去 我假设他完全没有恶意 但是你或者你们一定要清楚 这件事情在美国是违法的 它是联邦重罪叫洗钱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不止说过一次 好 今天而且为什么我们再拿出来说一遍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大陆也叫洗钱 它在全世界都叫洗钱 都是各个国家的重罪 为什么我告诉你 你这叫洗钱 好 我先问你 就算我们答应你了 就算我们答应你了 那我请问 这笔钱当你是要进我们公司账号 还是要进我们个人账号 第一 第二 你进 不管是进我们公司账号 还是个人账号 我该交多少税 我要交多少税 你知道吗 我们在一期节目里面说过 或者我们在回忆 很多人评论的时候也说过 美国的税率是阶期的 这是劫富济贫 你的年收入越高 你交的税就越多 你这笔钱或者你未来每个月都会有钱 我们都要帮你转的话 它会增加我们多少的一个总收入 我们应该怎么交税 这不是你在微信里面承诺给我们10%的点 能cover掉的 当然我已经觉得任何的生意 你能给中间转钱的人10% 我已经打问号了 我已经打问号了 但是我还是认识好 那个变量我先去掉 我现在假设你是善意的 10%根本打不下来的 如果你是公司 我就告诉你综合税率基本上在24左右 如果是我们个人 你这样打过来 那我们基本上这个税要交到30% 你就10% 我是cover不下来的 而且我就问你 这个钱算什么 如果是公司 你希望我们公司帮你打钱 公司再把钱打回到你的中国大陆人民币里面去 合法的做法有两个 一我的公司和你要签订一个代理协议 不管你是卖什么的 可能你是卖橱柜的 可能你是卖马桶的 我要跟你签个代理协议 那么我才能名正言顺的 把这个钱从客户那边收来 然后把这钱打给你 因为我是你在美国的代理 然后再讨论前面税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个人 我个人按照美国的法律 就算是按照中国的大陆法律 我个人也可以作为你的代理 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 我把钱打给你的时候 我要给你开税务表格 没错 我给你开税务表格 不管是什么 1099表格 我要开给你 这个时候又要call back一下我们古老古老古老的那一期节目 就是说新加坡的小岛的那批节目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它是坏 就是它不是傻 它是坏 它在一期节目里面 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可以去考古一下它的节目 它说为什么美国的YouTuber要对它进行征税 不好意思 因为YouTuber油管是美国公司 它在像任何一个人付钱的时候 他都要发美国的1099表格给你 证明他发钱给你了 至于你是不是拿的1099表格 向美国政府交税 他不管的 但是他作为把钱给你的这一方 他一定要把1099表格给你 其实美国的这个税收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也不是税务专家 我们其实也不是在这边给大家做说教 但是在美国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每年报税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你的家人帮你照看孩子 一个例子 我爸妈我婆婆都退休了 他们完全可以帮助我带孩子 然后我去支付他这个费用 你说他们拿到了家里面的那个钱 OK没问题 那好 那你就必须给你的这个家人开1099表格 而他在报税的时候 他就必须得报 我收到了这个因为看护家里面 小孩的这个1099的这个税表 这是一个相关性的问题 然后他还会有相关抵扣 对 那我如果是为了抵扣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只要算我的这个抵扣额和交的这个税之间 合算嘛 说句实话我没有我没有做算过这件事情 因为我认为怎么算都是不合算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并不是一定去心里面去指责你这个事情 怎么一定是犯了 或怎么样 我们不是指责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我只是没有办法说在大清早的我在微信里面去跟你讲这么一大段 因为没必要 因为对我而言就刚才你讲的 我其实直接拒绝就可以杜绝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就这么说 正常的在美国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去帮你所有的这个忙的 只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我们一会儿吃到后面我们可能要讲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留学生 这个留学生呢 我就不讲了 在这里申请好信用卡刷爆了之后就回国 买辆车 然后卖到墨西哥去 然后自己就去回国 这事情太多太多了 知道吧 你要不去找留学生 好吧 你早早想在美国好好的生活下去的 甚至你想找一个就算在美国有账号 他以后还想入美国境的人来说 没有人可能去帮你这个忙的 其实这点上面呢 我们又想说 其实美国人呢 又是属于特别特别怂和 特别特别胆小的 对 这种事情 真心是没有人会去帮这个忙的 所以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之前 好像是西康的视频里面 他讲到一个朋友 说什么账号被封啊 怎么怎么样 犯的就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错误 说到这里 我还想起来 我们刚来美国时候 其实也犯过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错误 而这个错误就导致了 我们全家的美国银行的信用卡 一下子全部被注销 其实这个错误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 其实美国用信用卡和中国大陆用信用卡 也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我们刚来 然后全家老小的这个 那个每个月的菜吃饭 就是那个采购 其实都是当时我爸妈这边来做的 所以他们刚来 当时就能够拿到这么个小几百的一张信用额度的信用卡 对他们而言 他们觉得也不错 但是毕竟我们也算是大家在这边 所以每个月其实这个额度是完全不够的 那我就觉得非常简单的 就是每次当我妈把信用卡那五百块钱额度 那个用完 我觉得就把它打进去 我就把这个钱给打进去 因为在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你打进去就可以了 就是说一个月里面我这五百用掉还 用掉还用掉还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不是非常好的现实吗 说明你信用很好 错 至少在美国银行的防范体系里面 你这个就他不理解 不是说他说你洗钱 不是说他有任何犯罪 是他的系统里面 他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错 他的理解就是你五百块钱用完了 是不是 你到该还钱的时候还钱 然后下个月继续用 对 这个话不是我们猜的 是我们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不管是通过英文的系统的语音 我们打进去问英文层面的人 还是我们到这边有华人贵员的地方 去问那些华人贵员 给我们答案都是一样的 你们这个使用出现了错误 他直接讲他 当时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直接讲他跟我说 你这就洗钱行为 对 当然这个仅代表美国银行 因为其他银行 不管是大银行小银行 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小心也会讲 但是没有像那个时候 美国银行这么严格 对 所以在中国如果用信用卡 可能大家真的习惯了 这个钱还进去 甚至于是实时到账 你的额度就恢复了 其实美国的这些信用卡 几乎没有实时恢复额度的这一条 其次他每个月该还多少 他其实就是这个数字 你如果还了多 他有的时候还不让你还 他也不会因为你已经还进去的钱 又用完了 然后还在一个账期内 你可以再还 对不起 这些事情其实是不可以的 我还是 为什么我开头的时候 说中国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样子的 包括像五月三人老师 他们说经税四期 开始做了你每一分钱的税都逃不掉 首先我承认五月三人老师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抛开政治偏见 我们抛开对于共产党的偏见来讲 或那边土地的执政者的偏见来讲 合法纳税 正确纳税是没有错的 没错 当然应该中国大陆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应该在经税四期 包括在整个财政体系里面 把你该交的税 他的收税方式 税机税率都要把它搞得非常清楚 就和美国一样 其实美国你不要看他很松散 但是在纳税这件事情上 大家还是非常自觉的 然后他 你们也知道在美国税务警察 权力是非常大的 他有独立执法权 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举这个例子 我们毕竟都是在中国大陆 做过生意的人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非常小心 资金的往来 你们会说 哎呀没关系 我就帮朋友转个账吧 错 你们真的没有遇到过 或者说 有时候又要说到眼界问题 没有做过生意 或者不在上海 如果是一个违法账号 他钱打到你的账号上来 不是他的账号被封 是你收款的账号被封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们可以 如果你不信我这个话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和中国大陆换汇的那些 你跟他说 哎 我有一笔钱 我要汇汇到美国去 好 他问你的第一句话 一定是问你这个钱干净不干净 从哪个账号过来 否则的话 他作为地下钱庄 他帮你过这个钱 他的账号马上就封掉 他那账号里面不只是你的钱 还有其他人 还有自己的钱 他那个账号一旦被封掉 他要被别人追杀了 明白吗 所以不是说 我们不愿意帮你这个忙 或者怎么样 你一定要 这个就明白 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 洗钱都是重罪 包括在全世界 洗钱都是重罪 你有合法的方式方法 这个时候要给自己 做个小广告了 不是我们最近做的硬广 小广告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怎么样合法的 把这些钱搬出来 来问我 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想想为什么 我们在新加坡也在公司 对不对 全合法的 我们这些成本 你们可能花的是成本 我们花的是时间成本 我们用了十多年 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吧 你们可能会高一点 成本会高一点 我记得哪部港片 好像是窃听风云三 我忘了 好像是窃听风云三 有一帮子在香港 做金融 专门帮人家洗钱的 一帮经纪 就在那边说 我帮谁谁谁 哪个大佬洗钱 洗到最后 他这个70%是我的 30%是他的 所以你们就要理解 如果真的是洗钱 或者通过地下渠道 非法渠道 或者是一些正常的渠道 洗钱 成本是相当相当高的 当中人拿到70% 最后你只拿到30% 你要这么想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的钱是干净的话 何苦要用这种方式方法 对啊 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 如果你的钱 你真的是在美国 好好做业务的话 那你可以来找我们 签个代理协议 或者你自己在美国 设立一个公司 我们都说过嘛 在美国设立公司 很方便 你自己在美国 设立一个公司 自己做自己的代理 合法纳税 然后这些钱 该回大陆回大陆 该你放到开门圈头 放到开门圈头 该放到新加坡 放到新加坡 这就很自由 没有必要通过 我们这样一个 素不相识的人 你只是看过 当然你说 我们看上去很靠谱 那问题是 你是谁 我咋知道你靠不靠谱呢 这句话呢 我太太是这么说 我也不反驳他 我换句话来说 如果真的照你这种说法 我帮你收了钱 我不打到你中国大陆账号 你拿过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我们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的 你对我们有点数 那他就要举报了 你举报了啥 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下去 我又不干这个活 最后呢 这个小tips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 这个也会想去了解一下 就包括有很多的信息 也会了解到 比如说在美国买房子 有一点在美国买房子 资金来源是第一位的 所以你不管是贷款买房子 还是全款买房子 美国的那个机构 是直接了方会要查 你这个钱是从哪里来 其实就是为了房洗钱 所以通常情况下 所谓的这些 中国人到美国来买房子 至少得给自己准备 起码三个月的时间 半年 对 半年是更好的 钱过来之后 在账路上面 躺个两到六个月 对 然后呢 来证明说 我这个钱是我自己的 我这个钱是从 比如说中国大陆这边 正常住来的 否则没有人敢跟你 否则没有人敢给你做交易的 当然也有金融工具 我们这边是 也不算说广告 我们算给你分享个信息 有一个专门针对这种外国人买房子的贷款 就是 是什么 就是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比如说我刚来两个月 我的钱也刚过来 我根本无法证明我这个钱在美国已经放了六个月 甚至于 不 放六个月不需要证明的 但是你肯定没有放六个月 好 那么他会给你怎么做呢 他先把所有的钱都借给你 他先把所有的钱都借给你 没错 然后过半年之后 你再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 他再顺便帮你到大银行 去做一个正常的一个房屋底下贷款 没错 当然这种使用这种贷款的呢 利息有点高 除了利息有点高之外呢 大房子也不行 只能是那种 如果你做投资房 所以为什么 像这个那个圈子里面 做那种贷款的圈子里面 都是做投资房的 比如说五六十万 就是七八十万 不能超过八十万 不管是他的风控 还是你自己去算这个成本 你别超过八十万 你如果想在这边炒炒房子 或者买个房子出租 你可以利用这种贷款 但是千万 如果你的房子超过一百万 一百二十万 一百五十万美金的话 你受不了 不管是他的风控你过不了 或者你这个利息 你根本扛不下来 你知道吧 其实因为对在美国 那个reference 就是再次贷款的话 它会对于你的资金来源 它就会不审核了 所以基本上一套房子 第二次贷款 或者说重新贷款的话 那就是六个月以后 所以这也是这边 去正规规避的一种方式方法 当然了 我们还是那句话 我们其实并不是 这方面的一个专业 但是我只是想通过 这个来收个尾 洗钱 在方方面面 其实都会遇到 我们用信用卡 也会被别人认为洗钱 然后你买房子 就其实就是对于你的洗钱 进行一个审核 资金来源的审核 而且不管是你做生意 还是买房子 其实美国 因为它金融市场太反弹 很多很多工具 不要去想外门邪道 或者我们华人认为 是合理合法的方式 不要去异想 充分利用美国的金融服务 去把自己的生意做好 规避很多的是税费 合理避税 祝你发财兄弟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